各位好 我是林國昕 歡迎加入大愛十點新聞 一開始先來看到現場的畫面 花蓮大地震造成十七個人死亡 兩百八十五人受傷 今天花蓮就要舉辦聯合公祭儀式 而明天也會舉行頭期法會 關於今天的聯合公祭 會在今天中午的時候舉行 那麼地點是在花蓮勢力殯儀館 那目前正在舉辦的是 場地佈置的相關事宜 有關於現場的情況 我們連線給記者周一誠 以及李建寬來跟大家說明 好 主播各位觀眾 超午晚在十二點鐘 將要在花蓮勢力殯儀館這邊 舉辦聯合公祭 那目前工作人員是在做最後的 前置準備 那透過稍早的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是說 丁家三代五口的家屬是事先進行了 佳祭 在禮儀人員的陪同之下 將遺體送上林車 要先進行火化 那其中丁家的女婿楊潔 她的弟弟也接受了訪問 對救災人員再次表達感謝 我們先來聽聽她怎麼說 由於正在當現場的這個現實情況比較複雜 我們依然有兩位親人 兩位老人 還沒有救出來 我們所有的家人 包括在北京的親人都非常非常著急 但是與此同時呢 我們也請救助他們的這些救援隊員們 自己也小心 救助過程中 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也謝謝他們 都辛苦了 這個罹難者的部分都在我們的殯儀館 那家屬來的時間也都不太確定 所以在第一時間 其實我們就在這裡設了 這個是家屬休息區 那實際的服務點 那我們隨時24小時都有熱食 然後也有這個茶水點心 跟我們的救災總部做最好的協調 讓這裡的人都能夠無論每一個人 來到殯儀館參與關懷 都能夠達到最好的溫暖 也把我們慈儀人滿滿全球人的祝福與愛 交到他們的手中 慈儀之宮目前是持續以輪班的方式 在現場提供後續支援 那目前整個靈堂呢 是以將近4000朵大白菊花的設計 來佈置成像一雙翅膀 也是象徵希望可以追思 緬懷 祝福這些不幸在這次地震身亡的 罹難者能夠一路好走 那我們會持續在殯儀館這邊 為您掌握最新的消息 先把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 好 目前呢是花齡市列賓儀館看到呢 是用三 五種的宗教儀式 來進行各種的法會 希望呢 罹難者可以臨安 那麼有關於後續的相關情形 大愛新聞記者會持續守候 在現場提供給大家 而今天中午呢舉辦的這場公祭儀式呢 負責兩岸事務的陸委會主委張曉月 以及海基會董事長錢紅帽都確定會出席 而昨天下午行政院長賴清德 也特別到林航向每一位罹難者 臉臉相致意 家屬一一下車神情哀戚 在地震中最後失聯的丁家五口親友 再次前往殯儀館配合检方看宴 包含慈激基金會在內各宗教單位 輪班持續為往生者送經註念 行政院長賴清德也特地前來 向罹難者念香致意 擔心天氣影響工作人員正如火如荼 組裝棚架 12號中午 縣府將舉辦聯合追師公祭 因應往生者不同宗教信仰 靈堂內也將採用五教合一的方式 希望在神神佛號及住島生下 讓家屬早日走出傷痛 大愛新聞花蓮綜合報導 花蓮地震發生以後 有八百多位的鄉心 暫時住在收容中心 到目前為止 許多鄉親的心 還是相當的惶恐不安 為了安住受到驚嚇的心 也為破碎的土地祝福 昨天下午慈激基金會 在花蓮禁思堂 舉行祈福音樂會 希望為鄉親的情緒找出口 故鄉花蓮本土樂團唱出內心深處 對這塊土地的情與愛 災後第六天 慈激基金會舉辦喜福音樂會 來自四面八方的園住 不斷湧入花蓮 回憶當冠世人天氣 許多慈激人家中大小災情 但智服一穿立刻出門救災 凌晨五點多 回到金色報告的時候 那一頓的早餐我也記得 所有金色只剩下糖 所有的熱食的部分 金色師傅忙了一整個晚上 全部把所有的認識 全部送到了災區 一首首溫暖歌曲 將全場上千顆心串於一起 彼此祝福 互相扶持 建議上針也來到現場 安定大家的心 心安啊 溫度會開啦 真的是心安 溫度會開 不要呢 把這樣驚嚇的事情 就會陰霾的在自己的心裡 我們要打開心胸 我們要勇敢的 其實都過去吧 這場祈福音樂會當中 慈濟藝人聯誼會 特地來到花蓮付出愛的行動 他們演唱一首要一首動聽的歌曲 抚慰受災相親的心 而這群藝人朋友 也跟著禁絲禁涉的法師 投入安心家訪工作 親自走訪社區 給鄉親們一份祝福 用感恩的心來陪伴花蓮居民 因地震而不安的情緒 一聯會的志工在祈福音樂會 透過歌聲給予鄉親愛的力量 要祝福大家 我們勇敢要面對這個困難 突破這個困難 未來是光明的 一人萬方的姐姐家在花蓮 這次的地震也受到影響 過程中得到慈濟人的幫助 讓她感受特別深 人間有溫情 人間有愛 然後也在這裡 用一顆感恩的心 祝福所有所有的人 除了祈福音樂會 敬絲金社常駐師傅 和一聯會的志工 也帶著安心祝福禮 鎮嚴上人的關懷 前往花蓮各地 雖然地震已經結束了 可是我們可以完全感受 其他內心的恐懼都還在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的目的來 就是來安心 來跟大家講說一切平安 但是還是要謹慎 他們可以有信心的話 快速的就可以了 對 得到一個很好的 因為有得那麼多的愛 可以很快速地在重新面對 自己未來的人生 一場地震讓許多人心齊聚 付出溫暖與愛 希望受災的居民 能夠迅速地走出傷痛 恢復堅強的力量 大新聞黃線紅重豪 羅國芳 花蓮報導 也是家訪行程 昨天慈濟基金會 來到同樣有災損的 七星潭周邊的房舍 當地有九棟建築 出現嚴重軍裂的情況 當地居民目前都暫時 住在安置中心裡頭 他們說要回家過年 恐怕非常的困難 連接花蓮七星潭的七星大橋 如今柔長寸斷 住在橋下的附近居民 家裡也幾乎列成一半 大概落差大概有一名左右 所以就是有一些木造的房子 雖然它沒有打 但是裡面的牆都產生一些裂縫 還沒成為觀光景點前的七星潭 都是靠海為生的漁民居主地 地震發生後 許多居民捨不得走 因為這是他們早期打拼下來的房子 今天志工擴大安心家訪 也來到七星潭附近 與營建處的專業人員 幫受災戶評估房屋情形 金社法師也送上了祝福禮 要讓居民壓壓驚 看到危機情況 大家先想辦法解決災民的基本生活 不過怎麼面對災後的重建 還有一段漫漫長路 來新聞 林森文 鄭聖明 花蓮報導 花蓮地震以後 台灣的愛心是大動員 繼續來看到 高雄地區的慈激志工 透過網路串聯上街頭目外 希望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協助受災相親 高雄的中央公園 人潮不斷 慈激志工一一目愛 好 來囉 這邊 看這裡 遛狗的民眾停下腳步 拍照打卡 街頭表演的這一位 也加入行列 打開傳出去傳給花蓮的朋友 拿著加油標語拍下照片上傳網路 把想要傳遞的祝福標準出來 期待每一張都是力量 有一次我們自己這樣 我們也是很慘 也希望的人來跟我們搭三天 對不對 都是一樣的 祝福他們 對 祝福花蓮的朋友 雖然人是遠方有難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要升起感恩的心 然後讓善念啊 就是能夠共聚共振 是臉書的一個串聯的一個方式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用標籤的一個方式 幫花蓮人加油的這樣子的一個照片 集結起來 因為工作無法投入當地救災 利用了假期製作手板標語 志工們要把同樣無法到當地的人 大家心中點點滴滴的愛 透過雲端為花蓮加油打氣 大家新聞 蕭紅樹高雄報導 關心花蓮地震災後 搜救隊員又尊敬的態度 向罹難者鞠躬致意 還有全球慈濟人各置業體動員 關懷受災相親 陣營上人在今天的 居公早會當中就開始 天地之間一家親 人人不分親疏 愛的能量付出 這就是大愛共辦有晴天 有喜喜多多的感人的故事 實在是瞬間的災情 就是看見歷史上的人間 人實在很不可思議 又悲欺離合 在法親與法親之間 彼此用愛的能量 這樣地匯合起來 人與人之間互相的關心 雖然彼此都沒有血緣 沒有相關不相識 在這個時候 人人都在發揮那一分無言大慈 同體大悲的付出 可見人的本性 總是那樣地善良 人人都很害怕 可是人人都可以這樣地勇敢 所以大愛的人 人人都可以成為大愛人 都可以擁抱長生 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能量 都可以去付出愛 何必就是血清呢 天地之間都是一家親啊 愛的能量的付出 這不都是大愛共伴有情天嗎 花蓮發生六點零強震 一陣天遙地動 使得好多的受災鄉親 失去了辛苦建立的家園 為了替受災鄉親 還有受傷的民眾打氣 在日本有一名藝術家 設計出療癒的藝術品 帶您一起來看看 臺灣兩個字 九十度翻轉後 變成加油 這個巧思 來自日本藝術家野村一成 為上週二花蓮強震的災民 表達關心 野村一成擅長設計雙像圖 二零一七年賽挺G1 全日本王者決定站的宣傳海報 就是他的作品 這星期就要迎接農曆新年 路上開始張燈結彩 雖然有來自各界的關懷與震災 但是對於將近八百位 只能在安置中心過年的花蓮 災民來說 是一個難過的年 其實我們已經沒有過年的心了 也沒有過年的想法了 只是希望地震不要再來 災民表示 現在最想做的是房屋重建 希望政府跟民間幫助災區 讓災民可以重新擁有一個家 能夠早點正常吃飯 睡覺 大愛新聞 陳曉玲編譯 這回花蓮強震災情最嚴重的 雲門翠堤大樓 昨天在確定原本失聯的陸客全數 離難以後正式宣告結束搜救工作 並且隨即展開了拆除作業 由於大樓的傾斜度 還有高度的問題 整個拆除作業 必須用砂石堆起高台 大型的機具才可以上去拆除 挖土機不斷地將運來的砂石堆疊起來 高度已經有將近三層樓那麼高 今天上午還會繼續運來更多的砂石 等到平台高度足夠以後 大型的機具才可以上去 那麼從樓頂來進行拆除作業 那麼工程團隊預估最快 中午過後大型的機具才會來進行拆除 一起來聽聽傅昆琦現場的說法 好 那麼更正一下傅昆琦現場的說法 待會大愛新聞會繼續為您來插播 再來看到強震發生以後 從之前兩年前圍貫大樓倒塌 到最近統帥大飯店 還有雲門翠堤大樓 都是因為房屋結構出現問題 不管是租屋或者是買房 專家就提醒地震 如果說發現房屋有問題 一定要找專家來進行勘驗 消費者也要記得保護自己的權益 大片壁癌 牆壁裂縫與磚塊掉落 到底哪一樣才會讓房屋產生危險 牆壁是裂一些小地方就算了 然後就不會去在意 三十幾年了 漏水本來就是有了 住在台北 所以相較於花蓮就可能震的不是那麼大 房屋安全檢驗方法 如果在梁柱出現裂縫就要特別注意 當裂縫超過0.3毫米 就一定要請土木技師來檢查 另外 承租房屋發現房子有問題 消費者可以請房東來確認 發現有人在敲打房屋良柱 可以向政府公務局檢舉 防止建物因裝潢失去支撐強度 避免發生公安危險 大愛新聞黃才喜 柯信志台北報導 繼續帶您掌握今天的國際大小事 畫面中間正上方拍攝到飛機墜落 起火燃燒的畫面 俄羅斯一架安托諾夫148型 雙引擎飛機 從莫斯科杜莫迪多沃機場出發 前往東南部1500公里遠的烏拉山區城市 奧爾斯克 起飛幾分鐘之後 就從雷達上消失 最後證實墜毀在距離機場40公里的 莫斯科郊區拉緬斯科耶地區 機上65名乘客和6名機組員全數罹難 坠擊地點一片雪白沒有建築 地面無人傷亡還在調查 坠擊原因 穆斯科郊區拉緬斯科郊區 在營到訪 北朝鮮高層參加平昌奧運開幕 停留南韓三天 對這場運動交流帶來的效益 美國國防部長說要下定論還言之過早 2010年海地發生規模7的大地震超過20萬人死亡 勒斯匯前往援助 隔年就被揭發勒斯匯海地分部主管哈威梅倫 在勒斯匯租給他的別墅中召集 哈威梅倫辭職之後到其他人道組織工作 勒斯匯沒有告知醜聞 消息傳開 英國政府開始檢討合作案與捐助款項 提供現場最新消息有關於花蓮漁門催堤大樓拆除作業的最新說明 我們連線給花蓮記者 花蓮縣長傅坤齊 我們營情法務部的前部長 也是任全律師 現任同時之會的總會長王敬榮 來擔任召集委員 考驗一個目的更新社會顯達 包括執政院的黎晴隆院長 以及布華大學的趙凡傑 趙校長 以及中國時報的王挫中 王社長 五位 五哈蓮政院的大衛士 還有三位的這些受災戶的災畢代表人群 還有哈蓮縣政府的政風處長 主機處長 社會處長 這些相關貼管部門的這些主長 為這一職這個善款遵入委員 怎麼了嗎 我們希望善款的支應 全部由這個召集委員 及全部全體委員 共同通過以後來行使 同時呢 我們所有的這些善款捐款 以及支用 全部透明公開 一個禮拜公布一次 讓社會所有的捐款人士 能夠了解整個善款支應的去向 全程公正公開 我們也再一次的表達 在安置的過程當中 我們所有的受災 受災戶的實際的住戶 我們發給二十萬的慰問金 那至於屋主的部分 屋主跟住戶如果是同一人 我們有發給慰問金 以及未來重建 都具有這樣的身份 那如果是住戶的實際的住戶 我們發給慰問金 以及未來整體 以及未來整體 包括兩年的租都依照中央的 以及台南政災的相關辦法來進行 還有就是房東資金的部分 這個是未來重建的部分 是屬於好 好 剛剛我們在新聞畫面都聽到 花蓮縣長富君姐表示 這一回有關於地震的捐款都會公開 而且每週會公布一次 並且發給每一位受災戶 二十萬元的慰問金 新聞焦點再來看到的是 冬季奧運的最新情況 來看到有關於滑雪的畫面 好 我們目前了解 在南韓可能是受到天氣的影響 受到降雪的影響 目前整個冬奧的滑雪 是整個往後延長的情況 那麼有關於冬季奧運的比賽賽事 還有至於天氣會不會影響到任何賽事 請繼續鎖定大愛新聞 再來看到新聞最後呢 一起來為花蓮加油 也一起來為花蓮祈禱 感謝您加入今天的大愛十點新聞 我是林國新 我們再會